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许微的成名曲 故乡的电吉他前奏步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听过的朋友弹幕可以打熟悉 好我们开始吧 Zither Harp 好的现在开始讲课 这首歌曲是降毕掉的 关于吊事以后再讲 现在开始看第一句 在13屏这个位置 就是两点过一个 这里推一个全音 很多人在一弦这个地方推不上来 就觉得一弦很紧 我讲过了推弦的那节课程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推弦不要压着往上挤 往上推 这样往上送的感觉 所以一弦很轻松 推上去以后 然后手放在二弦这个地方消音 也是在消音那一刻 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然后用拨片压着下面 释放 推下来揉一下 然后放在二弦的13屏这个位置 推放 然后下来 下来释放 再弹 上一个弦 弹成泛音 一二三四五 总共五步 来再来 一二三四五 这个拨片弹 只弹两个地方 一个弹 四弦 一个弹五弦 好 下来弹五弦 它只弹了两个 好 接下来是一个接口 我们把它叫过门 或者是上一句和下一句的加花 一个弦接 对 这个滑音 这个地方是八滑到十 滑音那节课我们讲过了 然后下来 好 紧接着 在它的十凭 滑到十二 下一个十凭 对 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 挺简单的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从这里 这个地方不是推了 是滑 因为它在这个滑音的 这个特别快的 不好推 很难定位 特别是在一弦 所以说 滑是比较方便的 这样的处理方式 对 然后定位再弹一下 一个回滑 从十五品弹响 十五品弹响以后 滑到十三 再拨一下 对 滑到了以后再拨 再来一次 好 接下来再弹一下 滑回来定位 弹一下 对 好 接下来 换到二弦十三品 这个地方 跟上次一样 带一点点 释放弦和勾弦 分解慢点 一 下来释放 二 勾是三 然后再回来弹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好的 对 接下来到了二十品这个地方 直接推全音 推上去的时候 千万记住是波片不要碰到一弦 碰了就没声了 有些人推着波片离开 其实这样护不了弦 右手要护弦 我们在护弦那课讲过了 护弦底下如果在推的时候不好护 上面一定要有护弦的手 学习solo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弹琴的手感 不要太在乎别人给你的说法 比方说这里的动作不到位 那里的音需要推或者是需要滑 或者是需要击 这时候你不要太在意这些 因为最主要的是用你的方式把这个前奏表现出来 通过我们的学习 你也能够理解到弹琴的本质不是为了一模一样的模仿别人 一定要从课程中学到自己的方式 好 希望我的课程能给你帮助 我们会持续更新 关注别迷路 拜拜